2014年3月18日早上 段丽荣突然觉得肚子疼痛无比 此时她已经怀孕9个月 她觉得自己应该是快要生了 丈夫赵婷远看着妻子疼痛难忍的样子 赶紧骑上摩托车带她上医院 时间上早 接上没什么车 赵婷远心里焦急 车速难免快了些 此时视线盲区驶来一辆大货车 强大的冲击力瞬间就把他们卷入车底 夫妻二人当场身亡 可是生命的奇迹却在此时发生了 段丽荣腹中胎儿从母体内飞出来 落在七八米之外的地上 围观的群众看到这一幕 都觉得孩子一定活不了了 然而这时候却传来一阵微弱的婴儿啼哭声 听到哭声 大家才意识到孩子竟然还活着 众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腹中胎儿为什么遇到车祸撞击 还能奇迹生还 如今孩子父母离世十年 孩子生活得如何 我们一起走进奇迹宝宝遭遇车祸大难不死的的故事 2014年3月18日早上 段丽荣觉得腹痛男人 他已经怀孕9个月 预感自己应该是快生了 连忙喊丈夫一起上医院 虽然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 但是前两胎的时候 妻子并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赵婷远还是有些紧张 赵婷远夫妇生活条件拮据 他们从四川卢州来福建漳州打工 在龙田村租了房子 一家四口就住在这里 妻子在家里带孩子 赵婷远在漳州做水泥工 现在有了三胎 他想多赚点钱贴补家用 他们住的龙田村 距离厦门沧海区比较近 赵婷远骑着摩托车 准备到厦门的医院就诊 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 赵婷远夫妇行驶到 厦门海舱马青路与角松路转弯处 这里是一处视线盲区 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对面驶来的大货车卷入车底 这时候附近的村民 赶紧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 车祸现场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交警很快就在车祸现场拉起警戒线 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 发现赵婷远夫妇俩当场死亡 医生在现场惊奇地发现 一个全身是血的婴儿 身上还带着胎盘 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万分惊讶 大家这时候才知道 车祸遇难者其中一人是孕妇 婴儿飞出母体后 落在母亲七八米开外的地上 受到如此猛烈的冲击 众人都以为这个孩子一定凶多吉少 但是奇迹却在此时发生了 这时候有人听到微弱的哭声 如果不仔细听 很难分辨出是婴儿的哭声 民警拿来干净的衣服 裹住浑身是血的婴儿 围观的路人 既为这个孩子一出生 就失去父母感到惋惜 又感叹生命的奇迹 就连医护人员都难以置信 发生车祸之后 他还能活下来 医生很快就给婴儿做了基本的检查 或许是感受到外界的力量 婴儿的哭声明显比刚开始响亮了不少 手脚也能正常活动 医护人员火速把孩子送往医院 早上九点四十分 婴儿来到海仓医院妇产科 医院各个科室专家全都汇集于此 开始给婴儿做全面检查 这是一名男婴 体重8.4斤 身高51厘米 身上虽然有对多处皮外伤和骨折 但是生命体征平稳 医院担心 婴儿因为车祸出现内伤 接着又给他拍了CT 发现孩子血压高 心率快 颅内出血 不过精神状态还不错 近视也没为什么问题 医护人员这才放下心 大家都在感叹 这简直是生命的奇迹 婴儿个头比较大 医生推测 不太可能从孕妇产道中出来 应该是孕妇腹部遭到车辆碾压 婴儿是被挤压出来的 她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已经足月 并且母亲体内的羊水 让她得到了充分的保护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 婴儿的伤势逐渐好转 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厦门沧海区公安分局 很重视这起案件 车祸发生后立即展开事故调查 第一时间就将赵司机郭建才刑事拘留 郭建才交代当时她是疲劳驾驶 因此在这起案件中负全责 事发后媒体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报道 赵婷远和段力荣的家人 接到亲人车祸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 当他们得知孩子竟然还平安活着的时候 心里似乎又有了一丝未见 为了孩子 他们也应该尽快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 来到厦门之后 他们一边处理亲人的后事 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 高昂的医疗费 是他们这样普通家庭无法承受的 赵婷远夫妇还有两个孩子 他们的成长一样需要花钱 摆在眼前的困难 像大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 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便了 治疗费还是远远不够 好在记者在医院记录下 孩子接受治疗的画面 有越来越多爱心人士 关注起这个孩子 大家都不敢相信 胎儿受到严重挤压 还能坚强地活下来 生命的奇迹震撼着众人的内心 很多人都称他奇迹宝宝 2014年3月18日下午 就有很多爱心人士 来到医院给孩子喂奶 充当起临时妈妈大家 轮流照顾孩子 后续还有50名志愿者 自告奋勇照顾孩子 众人送来奶粉和婴儿用品 厦门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 交给5000块钱 希望院方代为转交 多数人都是从在网络上 看到这件事 他们很同情孩子的遭遇 就想伸出援手 帮助这不幸的一家 有了大家的帮助 赵婷远和段丽荣 全家的不安焦虑 以及失去亲人的痛苦 终于被治愈 他们认为孩子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因此给他起名为平安 在医院的精心救治 和临时妈妈们的细心呵护下 小平安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经过25天治疗 医生再次为平安做了全面检查 他的身体各项指标 都已经达到出院的标准 就连医生都说 能恢复得这么快式的奇迹 虽然平安恢复得很好 但是他的伤势复杂 医生特别嘱咐家长 务必定期做复查 赵氏司机郭建才 因为自己疲劳驾驶 导致赵廷远一家支离破碎 他内心充满愧疚 这件事的责任在他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他到处筹钱 甚至变卖家产 加上保险公司 一共赔偿了赵平安一家 135万元 法官在案件审理前 对郭建才和赵廷远一家 进行走访 赵平安的姐姐6岁 哥哥也只有4岁 赵氏司机一家的经济条件 也十分拮据 妻子患有肾衰竭 两个女儿还在上学 郭建才出事后 大女儿便辍学去打工了 通过法官的调解 赵廷远一家得知 郭建才的生活并不算好 最终两家人握手言和 郭建才的家人 还和法官一起去看望平安 平安的遭遇 在当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随后 厦门红十字会发起捐款活动 有不少厦门品牌在街上义卖 所有义卖款项 都捐给红十字会 用来帮助赵平安 和他的哥哥姐姐以后的生活 5月中旬 红十字会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善款 136万元 这笔款项 由厦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监管 平安和他的哥哥姐姐 每月分别能拿到1000元生活费 一直到他们读大学 赵廷远的弟弟赵廷超 一直在为侄子的事情操劳 平安的治疗费 一开始都是赵廷超出的 他表示自己可以领养三个孩子 一旦领养了他们 就意味着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 但是孩子的姥姥姥爷 却不乐意了 他们表示自己现在 还有能力照顾外孙子 所以也可以照顾一个孩子 最终经过他们一家人协商决定 平安和姐姐赵薇 跟着奶奶叔叔一起生活 哥哥赵亮和姥姥一家生活 孩子们的抚养权有了着落 两家人还签了监护和抚养协议 孩子奶奶萧开心是平安的第一监护人 叔叔是第二监护人 他们还把赔偿款分成两份 萧开心分到75万 孩子姥姥分到63万 在大家的商量下 这笔钱被存入赵廷超的存折 账户密码也由他保管 另外还有12万赵氏司机赔偿的现金 也存在赵廷超的账户里 存折则放在孩子奶奶萧开心手里 赵廷超以前就和哥嫂关系很好 他表示一定会代替哥嫂照顾好孩子们 为了方便平安去医院复查 他们留在厦门 婶婶还辞职 全职在家照顾孩子 全家人相处的十分融洽 2014年10月 平安的病情突然加重 经过医生诊断 他的脑积水情况加重 必须马上做手术 不然孩子的智力可能会出问题 他们都没想到平安的情况会这么严重 医生说手术费用需要6万元 萧开心只贷了4万块钱 孩子奶奶就让赵廷超拿剩下的2万块钱 但是赵廷超却坚决拒绝了萧开心 他用冷漠的语气说 我可没钱了 想要钱找你亲戚借取 此时赵廷超的态度和当初判若两人 无奈之下 萧开心只能先找老乡借了2万块钱 确保手术能按时进行 因为这件事 母子俩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赵廷超存在赵廷超的存折里 密码也是他设置的 孩子做手术是大事 叔叔理所当然 应该把钱取出来给孩子用 赵廷超并非不愿意拿钱 是因为这件事另有隐情 2014年5月 萧开心拿到赵廷超却以后 有很多亲戚惦记起这笔钱 甚至有人想借30万 就连以前很少联系的亲戚 也主动找上门 对萧开心一通忽悠 他没能抵抗住这些人的花言巧语 就把赵廷超借了出去 赵廷超对母亲的行为感到又急又气 他埋怨萧开心太傻 别人三两句好话一说 他就招架不住了 赵廷超认为 这笔钱是孩子的治疗费和生活费 是哥嫂用生命换来的 他实在气不过 母亲随意支配这笔钱 他的本意是想让母亲 要回借出去的钱 所以才拒绝拿这两万块钱 赵廷超抱怨母亲太傻 萧开心则一直以为 儿子想私吞赔偿金 虽然平安的手术顺利做完 但是赵廷超和父母萧开心的矛盾越来越大 谁都不愿意服软 萧开心一气之下 带着孙子和孙女不告而别 回到四川老家 萧开心的做法 彻底让儿子赵廷超寒心了 他把存折密码告诉母亲 既然他这么执拗 赵廷超也不打算再插手这件事 果断和萧开心断绝母子关系 萧开心回家之后发现 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 已经不能住人 他只能带着孩子暂住在兄弟家里 萧开心拿着几十万 本来可以让孙子孙女 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是他却再次在亲人的哄骗下 买了64万元的 所谓高利息的理财产品 他认为这么做 可以给孩子们攒更多钱 可是他根本意识不到 现在的日子 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回到老家以后 萧开心连起码的复查费用都拿不出 平安的智力缺陷问题越来越严重 随着年纪增长 和别人交流都成问题 上学之后 学习上也特别吃力 赔偿金都被萧开心消耗干净了 他们只能靠慈善机构 每个月2000块钱就逐金生活 萧开心最大的愿望 就是孙子孙女健康长大 他每年都能给孩子攒2万块钱 等他们长到18岁 他就把赔偿款都交给孩子们 让他们自由支配 而他显然不知道 64万元现金和理财产品的区别 现在他和儿子的隔阂依然很深 就算赵婷超回老家 也不和母亲联系 如今赵平安已经10岁 虽然外表看起来 和正常孩子没什么区别 但是学习成绩和别人差一大截 连最简单的加减法算起来都很吃力 一年级上学期赵平安考试成绩 只有二三十分 赵婷超看到侄子满是污渍的衣服 和不似常人的神态 忍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当初萧开心不这么固执 或许孩子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他曾经想过 带孩子离开这里 萧开心极力阻拦 希望萧开心和赵婷超的矛盾 能尽早解开 让家庭关系重新走上正轨 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失去父母的孩子 应该得到更多关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